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什么呢 我看上来想 想朋友玩 今天给你一天时间 你有想要选Work in的还是话的 哈喽 那根据北京最新的应届毕业生月工资来算 我们给你一天120块钱 你想要干嘛 我们先出去吧 你觉得100块钱够还吗 不够 平时出去都不是我花钱 那花谁的钱 工作人员各地 是不是听起来很凄凉 就是工作人员各地 有一个经济上的压力 走吧 我先出去吧 走吧 走吧 我们现在先去 去电力风 去搞点吃的 搞点那个饭团 泡面 然后那个串 吃 先吃吧 吃完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波子上这个窗口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打架了 这是个假的 这个装饰 其实这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牛管 我咱们不够 海鲜好吃很轻易 吃海鲜吧 你确定不吃点别的吗 吃点好啊 他们中午都吃的烤鸭呀 我没钱啊 我晚上吃好吃的 晚上咱们吃点 中午一天 平常都不吃胖面 那为什么今天就能吃了呢 因为今天是挺 咱们现在回公司吧 咱们去公司的那个门口的椅子上 现在公司门口新装了一个椅子 所以说我要去 我要成为公司第一个人做那个椅子 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公司前面的电视 行了可以回来 你等会打算去哪 去逛街 那你打算怎么过去 骑单车吧 真的吗 我看见这个应该有人骑单车的 你不考虑给我们拼车吗 诶 哲宇哥好像有拼过 我觉得可以 拼车是我付一块嘛 然后其他的 可以吗 可以吗 是平均好吗 12块钱 那就一人四块了 那这样的话你要不要给我们表这个 表什么呀 把牛板筋给你吃 吃吗 吃吗 你看我这表是你们也也也不接受 这样吧 给你们摇一段 我这样吧 我要不自己走 门口也没走 好 你们给我一百块钱 是开着门那种吗 开着门 那不行 你吃这个吃的饱吗 没饱 怎么办 要不咱们再去便宜店买一个吃的 哎等等 公司没有面包 走吧 咱们去公司里面 拿点面包去 懂得新建石家的人 长大后必须大气 相信我 要放吗 没事 以拍摄的名义 不用放 这个去一滴港呢 你是打算以预估的价格 跟我们算呢 还是以实际的价格 跟我们算呢 预估是多少 预估是多少 预估你 你刚刚自己记的是多少 12块 14块 嗯 还是肯定多不当 少不当点水 就一步驾 嗯 你不考虑赚点钱了吗 没事 大伙子再赚 这么自信吗 嗯 我在给你表演个倒立 你不是不行 那咱来谈个价吧 我在这倒立十秒钟 嗯 你给我五块钱 你觉得值吗 我觉得超值啊 我在这倒立二十秒 嗯 给我四十块钱 你觉得值吗 嗯 你这台价太高了 太贵了 那你到底呢 你能倒立二十秒 人家当时一小时二十块钱 那这样 三十秒二十 你知道会有生命危险吗 我不知道 那就二十秒 十五行吗 二十秒十五 十块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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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五 来来来 倒立倒立 谢谢 谢谢 呀好亮啊 现在什么感觉 脑壳有点充血 到了吗 你看 他在跟着我 所以我多整了几秒 突然有点后悔 那你说你没办法 这一地港 其实是可以骑车过去的吗 可能还花不到四块钱 可能还花不到四块钱 我又花一点五块钱 是吧 是吧 客费结一下吧 四块钱 我就猜到了 没事四块钱 我扫了你 要不敢走 没有吗 他们看我的眼神 我都不好意思 这是射死现场吗 这么容易射死的吗 他也不买了吗 有点射死 咱们还要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这么不好意思的吗 就是 他们看我的眼神 我不知道 可能不奇怪 可能就是想放学我们的拍摄 但是我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感觉 就是感觉他们的眼神很奇怪 那我离你远一点呢 咱们走吧 你不买了 不买 看一下 咱们先从这儿渠到那个 建国门 骑行 39分钟 走吧 你说认真的吗 认真的 为什么不考虑地铁 你看那刚刚又有一个 哥看我了 真的 你不考虑跟我们拼车吗 对 打车 拼车也不考虑了呀 我这个车其实很轻 你的车轻吗 我这个车轻的很轻 这个车轻的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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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蹲一天都不蹲 我去自行车就是为了锻炼演唱会 背活量 你累吗 我 我觉得你这个背个包有点累 所以呢 你打算帮我背一下包吗 我打算自己抬 背个30分钟5块钱 10块 什么 10块钱 10块钱 10块没有 行 交接仪式 好 现在拍你五号就死了 你是不是已经忘记这回事了 今天我们再看别的节奏 诶 说我到了 10块钱 走 我全给赚完了 我中午吃 你没关系 你没关系 刘雨 这儿和我一下午坐了一下午 有两个冬 燃烧 脆胖 我自己 然后自己的自豪 肚子上的肉 来上我的卡不离 比谁骑得快 比谁骑得快啊 嗯 你从哪儿到哪儿呢 是一个道 安全路哥 我赢了给我20 我说了我给哥一块 20块钱 什么都跟我说了 但是再比好不吧20块钱 行吗 在故宫呢 刚刚这个高水给你说 我们驱行了10公里 相当于到了鸟巢十圈 用了多久 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一个半小时呢 因为工作人员很拥多 现在我要想想怎么让你 可以平均分我那个门票的钱 怎么说 你自己说 这样我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叫我哥哥好吧 他们是谁 苏杨和泽宇哥 两个人吗 要两个人都喊你 因为泽宇哥没喊过我 苏杨他是我弟弟 让他喊一次 他平时不喊你吗 我其实我都习惯了 他喊我哥我才不喜欢 但是做任务嘛 那给他们打电话吗 你打吧 他给我喊鸡汤了 哥 他给我喊鸡汤了 哥哥哥你给我说句话 哥 哥 我买他们家高凉鱼 哥 干嘛 哥 哥哥 哥 哥 干嘛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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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吗 你让我叫你哥哥 謊 你给我什么 音乐 谢谢 我爱你 哥哥 喂 哥哥 你啊 你啊 哥哥 你啊 哥哥 郭明瑞 你叫你狗狗 算吗 我的问题算是呢 所以要干嘛 你在拍摄 对啊 我得答应 不是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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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然后呢 你要说什么事 没有事 没有事 那你干嘛呀 哥哥 带啊 我带啊 快点的 干嘛 哥哥 对 啥 你要叫你哥哥 哥哥 我都答应你了 哥哥 我叫你还是你叫我 你自行 你自己猜 我要叫你哥哥 我 我要叫你哥哥 我不会叫这么多次 那我叫你哥哥啊 哥哥 我哥哥啊 谢谢我爱你 我没我我没跟他说 我没跟他说啊 我没跟他说啊 我没跟他说你叫我哥 我现在跟你们拼舌 我 now 我没跟他说 我一句 我跟他说 我可以说 我没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也是 我看一把 我一个人 我是 10块 就抓这种没人的时候 现在开始赚钱了 然后就是学这些雕像的动作 然后你们看像不像 如果像的话一张10块钱 10块钱太贵了 10块 这里面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给你10块 10块8块8块7块5块 行5块 这里面有多少啊 不知道 那万一这样 先拍现在10块按10块一张 那不行了 只能5块10块5块 10块5块钱 行5块钱 这是我们十个喜欢车用到的 锅的钢卦 好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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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块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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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